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1年的9月30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习近平要对控制中国电力产业的 李鹏家族动手了 在美国时间的9月29日 郭先生与几位嘉宾 做了近4个小时的直播 在直播当中 郭先生主要讲了 一,日本新当选的岸田文雄首相 一半跟爆料革命合作 一半亲共 因为他的家族在中国有非常多的利益 二,我们爆料革命 给澳洲政府发出的文件 最起码有两万份 律师认证的文件就有几千份 不能提供给公众 包括在中国的医学专家 偷偷出具的个人证明 说轻薅素 医微菌素管用的这些文件 所有这些信息都给了澳洲政府 澳洲政府才改变了 强硬的打疫苗的政策 包括德国,意大利和英国 三,香港政府正式说 在大陆准备适用人民币购买股票化 这港币不就消失了吗 四,现在在英国 摘水果的工人 每年可以挣十几万英镑 高科技公司 银行等都在砍一半的工资 愿干不干 不干拉倒 这就是体力劳动越来越贵了 五,一度电 大陆的商用电是两块钱左右 民用电是一块多钱 香港是三块多港币 中国实际每年用电 8.7万亿千瓦 美国是4.5万亿千瓦 中国是美国的两倍 一吨煤发8700度电 中国居民用电 远远小于美国居民用电 而中国的工业用电 是美国的两倍 中国每年三万亿千瓦 六,原中国统计局局长王宝二说 骗钱一是从银行弄钱 二是改用电的数字 一年就能弄几百亿 再就是储备粮 没人储存储备粮 都弄家里去了 七,中国有19个核电站 正在建的32个 中国一年8万多亿人民币电费 八,澳洲不是反共 是反习 澳洲政客跟江湖时代的派系 勾兑非常深 九,火币大陆买家 必须原路返回 若不能原路返回 会打到大陆一个指定的退款账号 在上海银行 邮储银行 中国银行 这三个银行里开的账户 中国银行是中国的情报银行 邮政银行 百分之百是习家控制的 它一定会倒闭 邮政银行上市 是全世界最大的蓝金黄案子 郭先生也曾是邮储银行的股东 中国最腐败的三家银行 邮储第一 国家开房银行第二 第三才是民生 第四是中银 郭开行已抓了八百多个高管 六百多人 但邮储一个人都没抓 因为邮储是习家的 邮储是国际腐败 十,火币最牛的一点 是为国内洗钱的 像什么叶简明 肖建华 冠军 刘成杰等人的钱 除了存瑞士账户 存家族信托 很多都存在了火币里 中国国内的高官和富豪 几百亿洗的钱进了火币 所以火币老板 用麻袋从新加坡 给弄回中国去了 十一 由于区块的技术 即使火币的老板都被抓了 他这个钱也弄不回去 只有本人才能把钱拿回去 十二 暗网一年三万亿美元的GDP 十年前是几百亿美元 暗网就是洋葱网 POR 原是由美国情报部门研发的 没钱了 后邮承包商放开 失控了 在这里补充一条 有关暗网的信息 TOR是一种免费的 开放原代码通信软件 可以屏蔽 使用者的身份和私人信息 这个名字是 Dani Router 洋葱路由器的缩写 TOR像一层一层的洋葱一样 有多重加密 因为数据在这条链条上 每跳一步就加密一次 所以很难锁定用户的上网操作 马斯克曾说 当AI技术成熟 在应用到暗网时 人类会有灾难的后果 十三 澳洲和加拿大政府 搜刮老百姓是非常夸张的 1992年底 罗斯柴尔德对当时年轻的郭先生说 一定不要把钱放到澳大利亚 因为澳大利亚认为所有的钱都是他的 澳大利亚做的最好的就是纳税 十四 未来港币会消失 人民币会变成明纸 美元会贬值 第四贬值的就是家园 第五是英镑 第六是欧元 第七是澳元 只要台海一开战 台币就会变成纸 中共一定会打台湾 或者台湾被卖台贼给卖掉 十五 未来最好的生意是活葬场 还有虚拟货币 十六 共产党停电的原因是没有外汇买煤了 中国现在也就七八千亿美元 他还要买芯片 军事设施的 再花几百亿美元去澳洲买煤去 根本不可能 工业用电占了中国的三分之二 而这些用电企业基本是出口加工企业 就是给美欧打工当奴才的 而且高污染 所以出口赚的钱 他才去澳洲买煤 那不是干啥事吗 所以中共不干了 中国的煤热量很低 而且还会产生硫 产生煤 是澳煤的三十到一百倍 现在中国愿意下井挖煤的人也少了 第二个是习近平的面子 宁可冻死一些中国人 也不能买澳洲的煤 第三 习近平没有电力产业的利益 这块是李鹏家族的 还有温家 朱家的 习家碰的是西土 华为和中兴 澳大利亚政客都是过去江派和湖派的关系 发改委能源局局长赚个一百亿 就像普通人赚个一千块钱 那么简单 所以这次大停电 是国内政治经济利益大较量的结果 限电打开了中共政治斗争的一个黑幕 会腥风血雨 十七 北京有三路电攻北京 但从西北和天津来的 说要电路维修 长达两个月 就是掩盖当初造的家 所以连北京都要停电了 这次停电是大老虎的一个大漏效 是一场政治较量 这次李鹏家族撑不过去了 李家控制能源部 发改委 发改委一定牵涉中纪委 十八 弄火币的原因是因为国内的人通过火币洗钱 且是政法委护航 政法委要出大事了 在火币洗钱最多的是军方 还有政法委 孙力军 王立科 罗文静 重庆帮 江苏帮 都把钱放在火币里了 包括吴征 这次吴征的大钱一定会被弄回去 许家印的很多钱也放在火币里了 十九 目前德国最大的问题是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强势的普京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为了影响欧洲最大的人物是普京 俄罗斯输入欧洲的天然气管道重启 普京还让俄罗斯的石油替代中东的石油在欧洲 这届新上来的德国政党会从亲中转向亲俄 德国的钢铁汽车业很厉害 但通讯几乎和非洲差不多 二十 未来核电生物发电会大力发展 德国在核电上会是个超级国家 巴西 澳大利亚这几个农业国家一定是新的帝国 二十一 未来欧元 欧盟会崩塌 欧元 欧盟崩塌后 德国 英国会强大 但他的调整期会经历几十年 法国会玩完 意大利比利时又会玩完 二十二 将来排华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澳洲 新西兰 美国 日本 印度 可能比印尼排华还要惨 二十三 昨天两个台湾的大佬也去深山里开会 他们去谈芯片 共产党搞台湾的芯片厂时 你会突然之间发现 你旁边的秘书就是共产党员 还想转移设备技术 根本不可能 然后立马把你这些人押送到大陆 福建去 和新疆老改犯关在一起 在心灵上 肉体上折磨你 然后你就老老实实的交出技术了 台湾人还想着战争起来 七十二小时转移技术 转移硬件 根本不可能 中共一定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把这些人带走 还兴许切你个手指头 让你说出东西在哪 中国大陆当兵的 不敢对付美国人 日本人 但是对付台湾人 他一定敢 一定非常狠 二十四 德国会大量失业 澳洲加拿大也一样 而且高福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他从哪来钱啊 而且所有的股票都会下跌 二十四 李显龙两次癌症 虽然好了 但他身体不行了 接下来两年会面临街挖问题 新加坡也会动荡 新加坡是中国人藏钱 最重要的地方 瑞士新加坡币的贬值 不会很厉害 会比较安全保值 李显龙不行之后 合金会垂帘停证 新加坡就是个合法洗钱的国家 而且脚踩中美两条船 随着中共的完蛋 新加坡长期不会好 二十五 日本经济会出大问题 日本骨子里就排华 就看不起中国人 杀日本人最多的是美国的李梅将军 把东京大阪明古屋用燃烧弹烧掉 六十万日本人就是李梅将军干的 但日本给李梅发了个最高荣誉勋章 人家李梅还不要 李梅说过要让野蛮愚昧的民族从地球上消失 山门五十六经常说 不要跟美国人干 但要打中国 二十六 新中国联邦已在澳大利亚买了地 澳洲一定会成为南半球中 新中国联邦的核心总部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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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